我不知道说啥了 所以今天就想要大声的读一本书吧 那么我是打死也不会阅读任何中文翻译的英文书 还是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的选择是非常少 第一我认为非虚构类几乎在中文世界里面是几乎没有好处的 大家特别是学术的 什么数学物理经济学 是肯定在中文是没好处的 非虚构类就不必说了 那么虚构类我懂得也非常的少 除了四大名著之外 我就懂了什么鲁迅啊 于华啊 刘慈兴啊 可能甚至是张小贤吧 张小贤就是写什么言情小说的 就知道这几位我的选择也非常少 那么那么呃呃呃呃我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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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想要想要大声的读一本叫做 《赞扬人类》的短篇小说 这个是呃刘慈兴所写的 就是那个那位所谓大名鼎鼎啊 三体的作家刘慈兴啊 科幻作家 那么为什么我对这个赞扬人类有兴趣呢 是因为我在知乎上呢 看到呃一个问题就是呃如何评价这个奥维尔的1984 那么有一个答案呢非常有趣啊 就是就是高票答案说哦呃这个1984呢 奥维尔呢这个政治政治啊智慧非常的低啊 就是呃呃他们评价说什么呃呃这个这个1984呢 是完全不符合东方特别是这个呃中国社会的 因为因为1984评价的是呃呃因为极权而场呃呃呃是一个反乌托邦小说 1984那么1984的故事呢是因为极权一个一个非常极权烂权的政府呢 就控制了呃呃控制了人民什么之类的 那么很多人在那个答案下面就说呢呃呃呃中国从来都不怕极权 中国历史上最悲惨的时候呃呃可能是五代十国啊 可能是这个呃呃靖康之始这个宋朝输了之后啊 还是明朝输了之后啊甚至是唐朝吧 就是安路安史之乱之后呢 所有呢是最惨的时候是有什么人吃人事件的时候呢 那些那些事情发生这个是知乎上的朋友说的 那些事情那时候的惨况呢不是因为太过极权是因为太缺乏极权了 没有一个非常有利的中央政府 这个我看到过我有点恍然大悟 我醍醐灌顶啊就是觉得怎么怎么这个脑回路这么这么清奇啊 啊这个我就不确定了 到底就是去为什么解释这个可以解释说为什么今天中国人还是挺崇拜这个习近平跟这个中共的 就是他们蛮渴望极权的 他们蛮相信极权的这个有点奇怪啊 可能也跟中国五千年历史有关系吧 就是一路来都是这个 帝呃皇帝的的的的制度 就是呃就是这个大统一的皇朝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了 那么在这个答案里面呢就就说哦 1984只能是一个只能代表西方政治学的智慧的小说 完全是不符合中国的 那么下面就有人讨论了 就是中国会有类似属于中国国情的这个正式小说吗 类似1984这种呃呃呃呃 绝妙小说 那么很多人就说呃没有可能流失心可以写 那么有人有人呃出来说哦 其实赞养人类他们觉得是可以可以属于中国的1984的就是另外一种国情啊 那么这个小说我现在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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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他感到了困惑 首先,客户的委托方式不对 他要与自己面谈 在这个行业中 这可是件很稀奇的事 三年前 华唐听教官不止一次的说过 他们与客户的关系 应该是前额与后脑军的关系 永世不得见面 这当然是为了双方的利益考虑 前面的地点更令华唐吃惊 是在这座大城市中 最豪华的五星级酒店中 最豪华的总统大厅 那可是世界上最雕 适合委托这种业务的地方 据对方透露 这次委托加工的工件有三个 这倒无所谓 再多些他也不在乎 服务生拉开了总统大厅 相经的大门 华唐在走进去前 不为人察觉的把手向 夹克里探了一下 轻轻拉开了 左页下枪套的暗口 其实这没有必要 没人会在这种地方 对他干太意外的事 大厅 大厅金碧辉煌 仿佛是与外面现实毫无关系的另一个世界 巨型水晶吊灯就是这个世界的太阳 新红色的地毯就是这个世界的草原 这里粗看很空旷 但华唐还是很快发现了人 他们围在大厅一角的两个落地窗前 撩开厚重的窗帘向外面的天空看 华唐少了一眼 立刻数出竟有13个人 客户是他们而不是他 也出乎华唐的预料 教官说过 客户与他们还像情人关系 尽管可能有多个 但每次只能与他们中的一人接触 华唐知道他们在看什么 哥哥飞船又移到南半球上空了 现在可以清晰地看到 上帝文明离开地球已经三年了 那次来自宇宙的大规模造访 使人类对外星文明的心理承受能力增加了许多 况且上帝文明有铺天盖地的两万多艘飞船 而这次到来的哥哥飞船只有一艘 他的形状也没有上帝文明的飞船那么奇特 只是一个两头缘的柱体 像是宇宙中的一粒一粒感冒胶囊 看到华唐进来 那13个人都离开窗子 回到了大厅中央的大圆桌旁 华唐认出了他们中的大部分 立刻感觉这间华丽的大厅变得寒深了 这些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朱汉阳 他的华软集团的东方3000操作系统 华软 集团东方3000操作系统 正在全球范围内取代老朽的Windows 其他的人也都在富布斯财富500排行的前50内 这些人每年的收益可能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GDP 华唐处于一个小型版的全球财富论坛中 这些人与此歌是绝对不一样的 华唐暗想此歌是一业的富豪 他们则是三代修成的贵族 贵族 虽然真正的时间远没有那么长 但他们确实是贵族 财富在他们这里已经转化成内敛的高贵 就像朱汉阳手上的那枚钻戒 纤细精致 在他修长的手指上若隐若现 只是偶尔闪一下温润的柔光 但他的价值也许能买几十个尺哥手指上 那颗核桃大小金光四射的玩意儿 但现在这十三名高贵的财界精英聚在这里 确实要顾职业杀手杀人 而且要杀三个人 据首次联系的人说 这还只是第一批 其实华唐并没有去注意那枚钻戒 他看的是朱汉阳手上的那三张照片 那显然就是委托加工的弓箭了 朱汉阳起身越过圆桌 将三张照片推到他面前 扫了一眼后 华唐又有微微的挫折感 教官会常说过 对于自己开展业务的地区 要预先熟悉那些有可能被委托加工的弓箭 至少在这个大城市 华唐做到了 但照片上这三个人 华唐是绝对不认识的 这三张照片显然是用 长焦距镜头拍的上面的脸孔 蓬头垢面 与眼前这群高贵的人简直不是一个物种 细看后才发现 其中一个有一个是女性 还很年轻 与其他两个人相比他要整洁些 头发虽然落着成土 但细心的疏过 他的眼神 眼神很特别 或他很注意人的眼神 他这个专业的人都这样 他平时看到的 眼神分为两类 充满 充满 欲望 焦虑的 和麻木的 但这双眼睛 充满 少见的平静 华唐的心 微微动了一下 但转顺 即是 像一楼随风飘散的 清雾 这专业物是 社会财富 意义化委员会 委托给你的 这里是委员会的全体常委 我是委员会的主席 朱翰阳说 社会财富 意义化委员会 奇怪的名字 华唐只明白了 它是一个有顶级富豪 构成的组织 组织 并没有去思考 它名称的含义 它知道这是属于那类 那类如果没有提示 不可能 什么东西啊 它是 它知道这是属于那类 如果没有提示 不可能想象出 其真实含义的名称 他们的地址都在背面写着 不太固定 只是一个大概范围 你得去找 应该不难找到的 钱已经会到你的账户上 先核实一下吧 朱翰阳说 华唐抬头看看他 发现他的眼神并不高贵 属于充满焦虑的那一类 但令他微微惊奇的是 其中的欲望已经无影无踪了 华唐拿出手机 查询了账户 数清了那串数字 后面零的个数后 他冷冷的说 第一不用那么多 按我的出价付就可以 第二预付一半 完工后付清 就这样吧 朱翰阳不以为然的说 华唐按了一阵手机收缩 已经把多余款项退回去了 您核实一下吧 先生 我们也有自己的 自己的职业准则 其实现在做这种业务的很多 我们看中的就是你的这种 您的这种敬业和荣誉感 徐雪平说 这女人的笑很动人 她是远远集团的总裁 远远是电力市场完全放开后 诞生的亚洲最大的能源开发实体 这是第一批 请坐的利索 海上石油巨头薛同说 快冷却还是慢冷却 华唐同时加了一句 需要的话我可以解释 我们懂这些无所谓 无所谓 你看着做吧 朱翰阳回答 验收方式 录像还是食物样本 都不需要 你做完就行 我们自己验收 我想就这些了吧 是 您可以走了 今天就先到这样 明天我再继续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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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